新闻开始来关心 国军炸弹射歪了 差点炸毁海巡舰 空军嘉义基地有一架F-16B战机 9号下午在刀疗外海 执行海空实弹射击训练 而当时正在执行这一颗 通用2000磅空对地炸弹投掷任务时 炸弹投偏了离目标太远 强大震波甚至影响到 在安全距离以外的警戒海巡舰艇 也造成舰上人员误以为炸弹近距离炸开来 有的人是吓到不敢上船 甚至出现了失眠幻听症状 空军对此表达歉意 也强调会加强人员训练 F-16B模拟空战中攻击敌军 对地进行炸射 展现高超技巧 不过9号下午在 方辽外海执行海空实弹射击训练 通用2000磅空对地炸弹投掷任务时 疑似计算错误 炸弹投偏了 没能落在目标区 而引发的强大震波 影响在数公里 安全距离外的警戒海巡舰艇 让舰上海巡人员 误以为炸弹就在附近爆炸 为了命中目标 且距离目标区过远 造成震波影响海巡舰艇引擎 本军深表歉意 以要求相关人员 落实飞行前任务提示 并加强本职学识 及模拟机程序演练 以提升训练成效 2000磅通用炸弹的威力之大 当时海巡人员被震到产生幻庭 有的人还吓到不敢登船 我们知道就算你是进入航线了 但是因为也有些相关的因素 比如说你飞行的速度 还有没有侧风做干扰 你有侧风做干扰 你下来弹道航线又变了 变成这样 我认为是复合因素 这款2000磅型同有炸弹 专替美军高速战机设计 用来作为低头抛头 被称为铁锤 是国军杀伤力最强大的炸弹 弹坑直径可达18公尺 深度达5公尺 可穿透380公里 厚金属板 或是3.3公尺厚混凝土 MK-84的弹道是呈现一个 往下再往上拉 再往下命中目标的这一种 飞行的姿态 这次诈骗差点亮过 也凸显训练有待加强 记者最后报道